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男人管得住吗 管不住 对 男人如果管得住 只能说明他内心有你 愿意被你管才管得住 如果他心不在你这儿 你怎么管也是管不住 你无非想做的就是说 让他第一 跟女人少接触 不要给女人示意任何的好感 以免让别人误会 对 第二 最好不要有任何接触 连握手都不要有 第三 在女人面前 始终保持严肃的状态 对吧 对 你说的不就是我吗 但是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 才学会 你看我从来不跟粉丝拥抱 也从不握手 甭管你怎么激我 我也不会 任何情况之下 不要给女人 有任何的形式上的 给她感觉到的 误会的好感 但是这种所谓的 洁生字号四个字 不是她这个年纪 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她刚才所说的 跟客户之间的接触的 度也好 把两个笔基尼的女生 从上面接下来也好 我倒不觉得她真的有那种色心 她只是在这个年纪 没有更多的注意你的感受 没有把握好更多的尺度 这需要你教 所以你不应该过意地去埋怨她 在生活当中 她慢慢慢慢会懂得 如何张弛有度 而对于你来说 一个女人为什么在 恋爱的过程当中 那么难被追 追到之后 为什么她不轻易地松手 男人谈个恋爱 最多的付出 不过是风花雪月吧 而女人对于一段爱情的付出 她可能要生孩子 她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所以女人往往在一段 情感生活当中 她特别地在意那些个东西 这也很正常 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其实我认为 你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点 你说女人的钱也是钱 我也要挣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结合你刚才在场上 所有的表现 我认为在整个的人生当中 你把眼睛更多地放在了挣钱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 不挣钱将来怎么结婚呢 这都没问题 但是当一个年轻人 把更多的目光 全部放在了挣钱上面的时候 这个人无疑就变得麻木 和现实了一点 对他就会忽视一些 包括你刚才在场上 说的这句话 如果被你那些女客户听见了 多多少少心里 也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认为男生 更多地去重视一下 女生的感受 而女生真的要给男人面子 你不要对他 一个二十对的年轻人 有四十岁的要求 那是不对的 他如果真有四十岁的时候 我估计你也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你们俩好好珍惜吧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可以在一起 像过日子 这两个人像过日子 挺好 祝福你 一个人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任由情绪宣泄 那是小孩 在公共场所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管是对你的男朋友 还是对别人 这叫没有教养 如果你真的认为 他在公共汽车上面 那个眼神里面 透露的是那种猥琐的 你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男人 你不要跟他谈恋爱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得学会改变 尊重他 好好在一起 别再打他了 好男人经不得打 最后是会被打跑的 好男人经不得骂 最后不会骂的 跟女客户好了 你说呢 好 一起进入 感农吃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秒 被人这么久了 我是什么人 你也清楚 我不是那种就是 动手动脚的人 我做一些也是为了你 我现在挣钱了 以后咱俩结婚 买一个不用买太大房子 咱俩幸福就好 如果你这么对我 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会走多远 我 我 我可以考虑为你改 但是你可不可以为了我 跟医生少接触一些 我真受不了 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这是我工作 或者能没有自己接触 我每次跟你说的时候 你总是这么说 你要是改不了的话 我也 我也得可以想想想的 你总是这么无理取闹 你什么时候能感染你脾气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可以选择换一份工作 我觉得不是非要换工作才能 你 我真替他着急 他换了职业 因为总是要跟异性接触的 他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就算他有 也不是他的每一个女客户 都以被他占便宜为乐的 医生啊 这是你要想通的事 这个必须想通啊 要不然你会被自己折磨死的 听明白了吗姑娘 好好想这件事 回去吧 谢谢两位 真着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 特别单纯的恋人 他们愿意为彼此的爱情付出 但是在情绪的控制 和情绪的管理上面 双方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最终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请开门 挺好 好 词 这是一个月 daar 我 过来 应该不 gefunden 我 要 过来 这是 barely 会